先任泰王瓦吉拉隆公今天迎来65岁大寿 举国上下透过各地的宗教仪式 欢庆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泰国目前还处于前任泰王普密鹏哀悼期 所有公务员都必须穿黑色衣服 不过政府今天就特别准许公务员和民众 一同穿上白衣 庆祝新泰王寿城 泰国延续传统 推出十万份限量版的泰王邮票 吸引大批子民涌到邮政局抢购 根据泰国传统仪式 泰王会在诞辰时 到各个地方和子民见面 以及发表演说 不过今年并没有这一项安排 尽管如此 全国各地还是张挂了瓦吉拉隆公的肖像 大批政府官员 今天也在泰国首相巴玉的带领下 在曼谷王室广场 布施给651名僧侣 借此为泰王祈福 为了庆祝泰王寿城 泰国各地都有祈福活动 数百民众昨天也在海边 放生了1066只海龟 祝愿国王长寿 这是瓦吉拉隆公集位后的第一个寿城 这名泰王曾经历民生不佳 私生活不检点的争议 而努力建立威望 这是瓦吉拉隆公集位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